我国的两艘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广其舰组成登陆运输群进行联合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立体登陆海上航行补给等多个项目 最终得到了全科目合格的优异成绩 在这次考核中舰载直升机气垫船和两栖陆战装备纷纷亮相进行多过次冲击 让人不得不感慨 两栖攻击舰内部的空间简直就是无限的 反正就本虎看来 本次考核之后台湾岛上某些人应该是睡不着觉了 075两栖攻击舰和我国的航空一样 都是未来高烈度两栖作战环境下必不可守的存在 很多人说075两栖攻击舰那就是中国的黄蜂 这款战舰在岛礁作战的时候 作用那可比船屋登陆舰要大得多呀 在这次演练中我们就能看出来一些端倪 我国的071昆仑山级船屋登陆舰虽然有着庞大的运力 能在短时间内投放大量军力 但只能进行抢潭登陆作战 上面有直升机 但是甲板面积不大 只能同时起降四架直升机 而075不同 075有一块巨大的通质甲板 可以释放直升机进行立体投送作战 将部队大量送到滩头后方对敌方的防御攻势前后加工 这是传统的船屋登陆舰所做不到的 面对如此霸道的登陆神器 台湾媒体对其评价是075攻击舰填平了台湾海峡 估计解放军登岛的时候 鞋子都不会沾到水 最终只能干巴巴说一句台湾的雄风三 或许可以克制一下075 可以说这个075就是台独分子最后一道吹命符 哦对了 这两艘075可不是最后的075 根据一些消息我们能预测 接下来我军要造更多075 第二批兴许很快就会开工 当然075跟航母一样也有个非常强大的问题 那就是战斗力上限基本上取决于舰载机 我国和美国不一样 没有可靠的垂直起降战机 所以075虽然有着全世界最合理的甲板设计 但却无法发挥出百分百的战力 但是没有关系 我国已经给075攻击舰提供了 两款不同的先进飞行器 虽不能成为准航母远征海外 但是在近海范围内打两期登陆作战 那也是绰绰有余了 第一个就是最新的直20海军改进型 这类直升机有两个版本 首先是舰载突击运输型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也是未来登岛抢摊登陆作战的主力 挂载有对地打击导弹 综合光电探头和苍文机箱 想到这个东西类似什么了吗 没错就是美国最新改进型的黑鹰武装直升机 这款直升机已经完全可以作为战役主力来用了 然后第二个版本就是舰载反潜直升机 后者在机头下方有个圆盘型地海搜索雷达 甚至可以装备各种各样的反潜武器 对水下潜艇发动攻击 近年曾有美国军事专家撰文称 潜艇将会是阻止解放机进行有效抢摊登陆作战的核心 通过狼群战术打击中国运输船的方式来阻止登陆进程 而反潜版本的直20的作用就是打死这帮狼群 过去我国的海军直升机一直在使用直久 或者是直接从俄罗斯买现货 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直升机发动机性能不行 带不动大型海上直升机 所以只能用小型的直警 或者是干脆用俄罗斯进口货 但现在中国直升机发动机动力系统的问题解决了 已经达到了军用标准 直20海军化的进程自然也就要开始了 而且看目前官方给出的直20发动机数据 能带动十吨级的直升机 高原高海拔高寒高热海洋沙漠都做了严格测试 这样只用在直20上可能就有点浪费了 为什么不开发真正意义上的重型武装直升机呢 中国的直20作为中型直升机之所以在能力上 跟外国的重型互相上下 是因为我国直升机用的都是新型复合材料 比传统的重型武装直升机轻得多 防护能力也高得多 可以飞得更快更远更灵活 搭载更多武器 即便是掉下来 它也扛摔 然后坐舱啊 显示屏啊 头盔雷达 红外电子对抗 通讯系统 样样俱全 现在中国的发动机能支撑起正儿八经的重型武装直升机了 那再结合我国先进的复合材料外壳 未来中国直升机有多强 我都不敢想 然后就是我国给零七五准备的第二个武器 无人机风群 这个零七五的甲板虽然短 起降大型友人战斗机可能是略有问题 但是你拿来起降无人机 那是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 为什么咱不能跟伊朗一样搞无人机航母了 在现代化战争中 无人机能起到作用 俄罗斯已经帮我们验证过了 现在他们就用一大堆伊朗的建政者136 打的乌克兰军队进退时据 而中国无人机技术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上看 都比俄罗斯跟伊朗要先进的多 他们能玩方群为啥中国不能 零七五巨大的运载链和甲板决定了 如果让他们携带无人机进行登陆作战 那么对守军必然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总的来说 零七五两栖攻击舰 未来必将是我国登岛作战的核心支撑单位 文虎认为 中国人多年来的统一心愿 将会在零七五的帮助下成真 请不吝点赞订阅